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许医师好 是马博士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 我们的阿胜之声 要以赛斯身心灵的这些观念来探讨 发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世界大事也好 我们身边的小事情也好 许医师其实我真的蛮不喜欢这样这个人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那时候我们前两个月在录阿胜的时候 刚好就听到这个川普当选的这个消息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他就任之后的有一些措施 那第一则新闻我们看一下 这个川普下令禁止移民入境 那原本呢不被看好的这个美国总统候选川普 就跌破众人眼镜 包括我的眼镜 就当选了美国总统 那结婚之后呢 川普开始履行这个严格控管移民入境的竞选承诺 那在1月25号巡视国土安全部的时候签署了行政命令 展开美墨边境隔离墙的建筑 第二道命令锁定庇护非法移民的这些城市 那这个联邦政府将削减这个补助 那最新引发争议的是在一个国际上 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行为了 在1月27号签署了禁止7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国家人民 在90天内入境美国的命令 第二天开始生效 那同时终止难民计划120天 并且无限期的终止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 禁令的这个涉及范围是非常广泛 即使没有犯罪记录或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些移民 他也受到了波及 那这7个国家的公民 只要目前他仍不在美国境内 即使持有了美国绿卡 也没有办法在未来90天之内回到美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新闻片段 好几百位抗议民众在迈阿密国际机场举牌抗议 同样画面出现在底特律 不只民间反弹 两党议员同声反对 此外有16个州的 民主党级检察官发表声明将抗拒川普的行政命令 而面对不断升高的反对 声让川普老神在在在在推特重申维护边界安全的立场 并暗示不这么做 美国将会和欧洲一样乱 而川普的禁令也在海外发酵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民众批评 这项禁令让他们无法到美国和亲人团聚 是充满歧视的种族主义做法 另外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印尼等国 都表示不赞同美国的做法 徐医师 其实我们看到川普的命令下来 未来如何我们不晓得 但是立即的效应是一些合法的移民 在一夜之间 他就被迫跟他们在美国的家人就分离了 我们也看到说在中东还有北非 这些阿拉伯旅客 他们认为就是受到了侮辱跟歧视 像英法等国 他们其实也并不支持 美籍阿拉伯人团体还有人权组织 也纷纷对川普的这样子的禁令提出了批评 尤其在伊朗 伊朗跟美国关系 就是一直以来都不好的 那伊朗谴责这个是对穆斯林世界的这个 还有伊朗的公开侮辱 在禁令针对这七个国家当中 其实每一年从伊朗 前往美国的游客人数其实是最多的 所以伊朗也在1月28号 他就宣布禁止所有美国人入境 作为报复 其实这些措施这样子 报复过来报复过去 就是渊渊相报对不对 那这些措施引起了不满 还有很多的误解 其实真的可以让美国感觉到 他们是比较安全的吗 是因为其实我想从这个新闻 其实可以真的看到很多很多现象 其实很多值得讨论的 那尤其是像马博士是国际关系博士 那刚才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 马博士对于国际关系 事实上是有一些创伤 对国际社会的一些现状 是有一些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那不晓得从一个国际关系的博士 马博士你自己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失望 会有些失望跟也会有无力的感觉 就是说其实以前在学习 比如说国际关系理论 或者说我们去分析一些现象的时候 其实会当然会遇到很多 跟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有很多冲突的一些事件 一些现象 可是发现说好像也没有什么 自己在做的事情还有没有什么能力去做一些改变 所以说看到这个我觉得 当然因为我们的世界一直在走一个全球化 我们的国界好像要慢慢消失的这样子一个趋势 可是它好像已经又一下子谈回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就是要保护起来的这种感觉 要把这个国界之间的这个高墙再组起来 我们当然从一个好像心理的角度上 是可以去理解有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可是我们真的会觉得难道这真的是我们要的一个走向吗 是 所以比如说当在看这个新闻 第一个我当然会觉得错愕 对 这个错愕是美国过去不是一直是以一个移民国家 大熔炉 对民族的大熔炉 那对世界各地的游学生也好 移民来讲大部分是开放的 那今天美国的强盛也都是由这些移民的人所共同凑造出来的 对 那其实其实美国原住民就是伊利安人嘛 是 美国哪里是白人的天下 对啊 反正还不是从欧洲过去的 对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同时我刚讲第一个就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对 包括有在美国组织家庭 那我甚至有合法的绿卡 对 我都必须要跟亲人分离 对 甚至如果我是Google的员工 我是FB的员工 我都不能进去 对 甚至看到新闻还有一个留学生 他刚要进来之后也被挡在外面 对 因为他是在这七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当中 对 纵使有合法的旅游证件 合法的绿卡 对 合法的学生护照 对 都不让他进来 对啊 所以我想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出来 对 对 会觉得很荒谬 对 是 真的很荒谬 而且觉得好像很违反人性 所以许是 就是到底 就是美国之前当然是有一些 被恐怖攻击的一些事情 可是 可是这种限制 这种禁止 真的是我们人类想要追求 真的会让一个人更加的安全吗 所以我在想说 禁止这七个国家的人民来到 来到美国 是 那这个会不会也有可能是 川普一个宣誓 就是他在告诉大家说 我是完真的 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对于川普总统 说实话这一点我们也得佩服他 对 因为我们真的以为他是一个政客 对 为了当选 所以提出一些他们觉得 煽动大家来投他的票这样 对很荒谬的政见 对 而且他真的上台的时候 他真的落实了 对 用很快的动作 是 第一个马上签署了 美国跟墨西哥边界的这个建筑 对啊那道墙了 他要做一个很安全的 很美的 嗯 一道围墙 但是这怎么样还是一道墙 是 而且墨西哥摆明了 不想出钱 对 那川普就说 那我就要克你的货物重税 好可怕 要从克你们的税来做这个边境 对 这是他签署的命令 那第二个就是开始 对所谓的入境美国这些 七个国家穆斯林的 实施禁令 对 所以我觉得至少 他跟过去的政客不一样是 他真的落实他的 选选政见 是 其实许师这一点 我们也都觉得还蛮惊讶的 因为大家好像都慢慢习惯 就是其实选举的时候说一套 竞选就说一套 当选之后就做另外一套 我们对我们的政府我们全都熟悉了 对我们错愕 你怎么能真的说到做到呢 每次都跳票 对 大家就 好吧 跳票变成一种常态 你真的做到我们还吓一跳 真的我们是吓一跳 其实我也觉得 他真的要他玩真的耶 我也觉得很惊讶这样 那其实许师 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些调查 就是说其实 有大概六成的民众 其实支持他 对这就是我们又觉得 对啊 你看虽然我们当时有提到 选举人票 虽然川普是赢了希拉蕊 可是总票数他是输希拉蕊 可是现在的民调 竟然有六成的民众 是支持川普的禁令 是啊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像老博士在这里 run down 这边提下来 就是说 许多民众竟然是支持川普的禁令 那其背后的心态 如果当我们去分析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保护我自己 最简单的方法 我不让人家到我家可以吧 对啊 最基本的人性对不对 是 那因为美国人民 从911之后 对 然后各国 尤其近几年在欧洲 发生了恐怖攻击 对 因为美国自从911之后 他们各个机场 各个地方 越来越严格了 对 包括入境的那个審查的部分 我想大家如果这几年 有入境美国 嗯 其实感同身受的 对 好那基本上 川普说的很简单 难道我们要我们的美国跟欧洲 跟其他地方一样 因为这些移民而越来越乱吗 嗯 那你看德国 你看那些法国英国 接纳难民的结果 对 导致恐怖攻击 导致国家的生活品质降低 难道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吗 对 所以如果我讲 假设从一个人民的角度 我选出一个这样的总统 而他的职责是保护美国的安全 我选出的是美国总统 以美国利益为优先 对 就像马博士这里提到 假设我没有办法真的保护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让别人到我家来 我可以不让别人到我家来 不行吗 对 美国可以不让大家入境啊 可以啊 这是他的自由 我们凭什么干涉 是 对啊 就是美国人其实一直 对不对 就像马博士你不让我去你家 因为我去你家 会偷一点点心啦 偷一点汤匙啦 对 那你不让我去行不行 可以 因为那是我家 对不对 那是你家 对 所以这就是国家 那个边界的概念 对 那个范围的概念 对 第一个 我让可能危害我民众安全的人 就是他是有可能的 我不让他进来 我管你其不其事穆斯林 对 所以各位知道 川普是不讲理想主义的 是 第一个 两条美国运游 运游管 什么环保 对不起跟我无关 对 生活第一 对 什么文字效应 对不起 但是你们可以觉得要搞出来的 是 我是商人我很实际 就是要过日子就是要生活 对 我让美国人日子过好 嗯 第二个可能危害我美国安全的 我不让他进来 对 第二个拖累我们治安的 让我们整体的生活品质下降的 对 难民我不让他进来 我哪里有错了 我们把美国弄得这么好 我们为什么让这些人 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国家搞乱 你们内战 你们把自己弄到你们是难民 对 你们难民难道是我的错吗 对 为什么你们是难民我要接纳 我觉得他切割得非常的清楚 他的逻辑是清楚的 对 他的逻辑是很清楚的 对 他的思考是简单的 是 对思考是简单的 没错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 于他而言他一点都没有错 对 于他而言他一点都没有错 对 他其实把 我觉得他有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他把过去 过去跟他现在目前在就任的 这个东西 美国的过去也切断 对就是 我觉得 他的逻辑是自成体系的 对 对他 他不太去把自己跟 美国在其他国家 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作为 连结在一起 他看到现在的现象 他就解决这个现象 对比如说过去的移民 是造就美国的繁荣 对 可是今天的移民 今天的穆斯林国家进来 可能是我的社会动乱的根源 那我为什么想 我现在要接纳他 他很实际啊 对 所以他的理论基础就是 移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对或是像刚刚讲 也许过去 美国在国外的很多作为 搞不好也是造成这些难民的 某些间接原因 那纵使是我造成的 那现在我要保护我的家人 不行吗 对 就是已经有这个现象了 我也知道是我的错 可是我还是想保护我的家人啊 对 纵使知道我儿子杀你的儿子 可是你要杀我儿子 我还是要保护我儿子啊 对 其实这是我想探讨的地方 真的 就是他看到是眼前的现象 他要解决这个现象 他不管后面到底原因是什么 是啊 原因是学者的事情啊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 其实有一句话就是 有什么人 有怎么样的人民 就会有怎么样的政府啊 是 那所以我觉得说 是不是其实 美国人这个普遍的心态 已经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而且他现在还是代表多数民意 对 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代表多数民意 对啊 就是我知道 可能 好比如说 可能我是美国某一个 某一个人民 美国人 我知道说 今天有这些难民 有这些恐怖攻击 跟美国脱离不了关系 好 可是 那我也没办法啊 我也没办法去影响政策啊 好 这就是民主的好玩的地方 多数民意 一定是比较对的吗 对 我们上次探讨过一个问题 马博士如果还记得 就是 所谓的选举制度 对 或所谓的英国 像英国那时候提到 为什么我们要代议政治 嗯 因为我们不见得信任 所谓的多数决 对 多数决有可能是 集体民众的智慧不够 嗯 集体民众的 对 事实的前因后果 判断力 判断力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 有一个代议政治 所以我们需要有国会议员 对 比如说像英国的脱欧 好 所有 纵使多数决的民众说脱欧了 但是国会议员觉得 这是容许的吗 既然你们要选我当国会议员 那么你们就信任我的专业 对 那如果国会否决了脱欧决定 那是否要再回到欧盟 对 对 这其实真的是很吊诡 这个东西到底 我们再次去思考 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国家 什么叫代议政治 我觉得民主这件事情 我第一次对民主这个东西 有了一个质疑 其实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 是 对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 2003年美国小布希 小布希总统他是 要下令去伊拉克找这个大规模的 化学武器 对 毁灭性武器 结果就开始轰炸伊拉克 然后进去抓海山 那可是那个时候在西班牙是在讨论说 西班牙政府要不要也派兵去伊拉克 那当时呢 因为 因为政府 西班牙政府是 决定要出兵 因为他是 这个北大西洋 通知组织的一部分 对 他也支持美国这个行动 因为里面一定有一些 利益交换 对 利益交换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学校的 我们学校里面 罢科 学生罢科 老师也罢科 就是非常不满 你们外国学生也罢科 人家西班牙学生罢科 你们外国学生跟人家热闹什么 跟着罢科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不想上课 我们不想上课 我们还真的跑去那个教室看 真的全部门都关起来 老师就坐在 你就跟着起哄 一定要起哄 人都在那里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跟着拿着传单 然后上街头抗议 大家上街头抗议 每一天都上街头抗议 然后 那时候调查是九成以上的民众 都反对出兵 出兵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到底什么是民主 这个东西 我深深受到打击 对我深深受到打击 然后我觉得说 我们都觉得那是不公义 不正义的一个决策 然后联合国在哪里 然后这个 美国的这个良心到底在哪里 那跟我们高中的时候看老布希也出兵伊拉克 因为伊拉克那个时候攻打这个科威特 我们那时候坐在教室里面看这个新闻 我们都觉得打得真好 对 我们觉得打得真好 觉得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公权力 世界警察主持正义 可是2003年也换这个场景 依然是出兵伊拉克 对 但是整个翻盘也缺缺之一 而且后来根本没有收出任何的大规模毁灭性化学武器 就是 那些人在伊拉克的人的生活 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可以想象的 是 所以我在想 其实川普的当选 我觉得 刚刚我们讲一句关键语 他到目前还是代表多数努力 目前川普的内阁阁员相继出炉了 像今天他的教育司长 以51比50 一票之差低空略过 还有 开始最近国会 推翻了欧巴马时代的一条法令 叫做精神病患不可以涌枪 这个法令被推翻了 所以在美国 你是确切被诊断的精神病患 你可以涌枪 OK 好 人权至上 因为在欧巴马时代 他其实想扩大枪枝管制 欧巴马最想做到的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全美国是枪枝枝管制 是禁止的 禁止民众拥有任何的枪枝 可是这是不可能 他希望逐步达到 可是他一卸任 马上 连精神病患 不可以涌枪这件事情 马上 在 接手绑了 昨天前天 就被国会推翻掉了 在美国 Jones你是个精神病患 你都可以合法的拥有枪枝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美国 大家就先不要去 会不会有橘色警戒 这样子 对 同时我们在讲 你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进来 同时允许你的国家精神病患 拥有枪枝 我们觉得好玩了 真的太有意思了 到时候 好 基本上我对于 这个川普的当选 如果我们从历史格局来看 黑格尔有个理论 正反合 是 好 今天民主党让你们当了八年 欧巴马很有理想 口才很好 很优秀 可是 你真的对于解决 美国人民的切肤之痛 是 理想归理想 你要环保 你要加入 东京的二氧化碳的 健碳条款 对 进度一定书 你要接纳难民 你要欧巴马的健保 你想要帮助很多人 但是你的理想主义实施下去 是增加人民的痛苦指数 对 还是真的你这个理想 是降低人民的痛苦 我想川普 如果会当选 他的政策之所以会被六成的民众支持 代表他甚至想解决问题 而且今天 也许我们可以说他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不能说他想解决问题的心态是不对的 是 是 是 我都让你民主党当八年了 对 你们解决了什么 今天川普上来用了这些手段 其实我们可以说他的手段不对 可是他事实上他的确有针对人民的切身之痛 我觉得真的 我让我的人民不要受恐怖主义的威胁 哪里错了 我把我的人民照顾好 美国的富足是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拖累我们 讲白点 我自己日日过不下去 我还要救济别人吗 对 你能说他是错的吗 所以某部分他想解决美国人民的苦难是对的 对 他想让美国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对的 所以其实大家也是因为这样才会去支持他 没有错 没有错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黑格尔理论的正反合 对 好今天让川普上来 那么他所带着的民意 他所了解民众的痛苦 是真实的 是 他掌握到民众的 是 情绪的情感上的真实感受 可是他提出来的方法 到底我们再过个五年十年 对 我们就会让民众看到 是的 这的确是能解决问题的 还是带来更多的问题 就让马博士在这里面写下来的 好 今天我让七个穆斯林国家禁止入境 到底未来我的美国是更安全吗 对啊 对啊 这个我们真的拭目以待 这个根据过去所有恐怖分子的攻击 不见得是来自这七个国家 对啊 大部分是他们境内的 很多时候是白人 包括这一次 加拿大的 这个恐攻 是 本来锁定的对象 是 这个伊斯兰阿拉伯裔的 后来发现原来是白人 对啊 是白人 对 所以到底那个 到底安全 要怎么样才会安全 那危险 危险又是 又是从哪里来的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当一个过高的理想主义者 对 他无力解决人民的痛苦 对 就会产生所谓的 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那今天我们怪这个现实主义者 对吗 还是过去的理想主义者 是你们的无能 你们理想过高 你们每天天在跟我讲 京都易 什么 京都易定 对 京都易定书 你们每天在跟我讲环保 对 每天在跟我讲奸难难民 每天跟我讲爱 讲和平 我日子过不下去 我被恐怖分子的威胁 你跟我讲这个有什么屁用 所以今天我们怪川普一号 我们为什么不能怪过去所谓的那些理想主义者 为什么他们是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 所以过去的理想 今天才让川普有这个机会 对 所以过去的理想主义 他其实也慢慢在走一个极端 而比较不顾虑到现实的问题了 所以就是徐医师刚刚讲那个正反合的部分 其实就是从一个极端 摆盪到另外一个极端 然后最后其实 我们是在走向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里面 好 比如说我们今天再讲 希特勒多糟糕多糟糕 各位 希特勒也曾经拯救了德国的尊严 对 把德国重新带回世界第一强国 只是后来他顺便发动了战争 对 顺便发动 他顺便屠杀了尤塞人 他顺便歧视精神病患 他顺便侵略了整个欧洲 他顺便 可是他也曾经带给德国人这么大的光荣 把德国从一个经济破产 对 社会极度的萎靡 是 人民失去自信心 再到另外一个高峰 你真的要恨他 还是其实他也曾经有过他的贡献 对 他就是因为那个出发心 其实是可以紧扣到当时人心 所以他这真的就崛起 就像川普其实也是一样 可是徐医师 就是我们想讲说川普他是一个商人 对不对 就是他其实很顾眼前现实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就知道这一二十年 他的商业利益受到多大的妨害 真的耶 真的耶 哇塞 我是觉得现在觉得好刺激 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但我是觉得说就是在治理国家 还有说在国际上面这个外交 就是要交朋友 在国际上交朋友 就是好像一切都是要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 这种交易 就是还有这种 当然也是要摆当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作为 会不会让美国变得很孤单 对 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讨论 好 今天我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 对 可是刚刚把博士稍微也点到了一下 今天这个世界是走向全球化 是啊 台湾一句话 别人的孩子死不了 今天过去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 可是今天如果他关起门来 只维护自己的好 他能好多久 对 会不会 这个世界更多其他的反弹的声音 会让你其实是坐不安宁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希望自己国民好 这绝对是对的 对 可是我们的方法跟手段是什么 对 真的 能不能就是也可以兼顾呢 对 你说我回到我们赛斯心法里面 大家应该记得赛斯心法有一句话 世界如果没有一个人快乐 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快乐 对 我要我们家好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整个社会是毒品混乱抢劫强奸 对 我们家好得起来吗 好不起来 各位就像你们家 你们家很好很温暖 你的孩子就不要上街头 嗯 今天同样的伊朗伊拉克也颁布禁令 禁止合法美国公民入境 对啊 以后你美国人就关在自己家自己过自己的 对啊 就自己开心 对啊 就不要出来好 不要走出家门好了 对不对 那这样其实真的会快乐嘛 因为我觉得说 人事之间不只是有那个交易 那还有一些普世价值 对 因为美国最大的矛盾是 他又希望当世界警察 对 他又有很多理想主义者 对 可是他又可以为了美国利益 牺牲其他人 嗯 对啊 这我 有时候看到其他国家 这是美国后面幕后的黑手 这是国家这样翻来翻去的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这是人性 哇 但是现在人性如果能扩大到 我当然要我的家人好 嗯 可是我也要你好 嗯 今天如果其 川普背后的信念是 我要好 我当然要好 但是我好的其中的方法之一 是我也要你好 对啊 我也对你带着祝福 我也希望帮助你 对啊 那这个东西最后就会双赢了 对啊 有没有可能说 我就再也不要卖武器 给哪些国家 对不对 我不要去刺激当地的政变 或者是说真的是一手去 主导他们的政变 我让别的国家好 我的国家就会安全的嘛 对不对 就许子刚刚讲的 就像钢铁人第一集 对啊 我一直很喜欢钢铁人第一集 对啊 如果你记得的话 嗯 这个钢铁人他的军火公司 对 就是把所有的武器 卖到其他国家 对啊 他为什么变成钢铁人 他成为钢铁人 回来的第一天是 宣布解散他的武器部门 对 对啊 因为如果说我在别的国家 但是我舍不舍不得那块肥肉 对 这个军火的利益太那个了 对 我舍不舍得那块肥肉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维护着 那个军火的那个利益 然后让这些 维护着这个利益 然后让这些军火 这些武器 去别的国家 造成别的家庭的破碎 别人会看到那个武器 看上面 Made in the universe 对啊 史塔克工业 所以他们就来弄它了 对 我们台湾最多生产一些 雨伞啦 搓来搓去啦 没停台湾现在也都没停船啦 鞋子丢来丢去啦 对啊 牙刷搓你啦 对啊 没什么害嘛 无害的东西 所以说就是你在别的国家 制造那个仇恨 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这才是根本吧 对 所以其实美国人民是不是说 他们其实只感觉到威胁 只感觉到那个危险 可是他们其实也无力去 去检讨政府 他们不想看得更深 对 我觉得这是很表面的东西 他们不想看得真实的情况 对 他就是旧现象在解决现象 可是我先怀一个部分 这也代表着大部分的民意 所以我们今天看美国 是美国他就是要经过走这一招 好 我就是让川普当选 对 那川普多数民意 我就让你把这些国家 最好把全部穆斯林赶出美国 最好让美国所有的移民都不要进来 所有的难民一个都不要进来 对 我们就让这样来看看美国是否会再度强大 也许我们应该给川普五年到十年 让他试试看 让他试试看 对 今天也蛮好的 因为本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的 去落实的一个过程 对 那如果你没有让这个正反合的这些声音 真的能够去掌权 真的能够去落实 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的feedback 他没有办法做更深的思考 因为你现在跟他讲更多 他是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很简单的 对 我去卖金火给外国人 我但没有我不让他进来 穆斯林国家我就不让他进来 就不会有宗教冲突啊 对 那我的国家就安全了啊 OK 但你认为这样 对 你做做看看最后怎么样 对 不做是真的不知道耶 好 我们再举个过去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嗯 连孙中山 国父孙中山都讲共产主义是理想很高的 对 一个思维嘛 对 大家都一样嘛 对不对 但是人类崇高的理想 那就做做看嘛 对 就做做看 就做做看嘛 也是耶 所以其实也觉得还蛮刺激就蛮好玩的 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一直理想主义者 落实一直往一个更美好的方向走 对啊 就像你看着一个孩子 你明明知道他可以继续更念书 继续提升自信心 可是他 好像你同时都知道 他不去经历那个叛逆 他不去经历那个跌倒 他是不会明白的 对 同时我们看着美国这个小孩 好像他必须要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他才会长大 好像要那个体验才会学到耶 真的去亲身体验才会学习到一些东西 是啊 凭什么觉得人家像个小孩一样 我们现在 有的是这样资格做人家吗 这种是老灵魂的 对 美国其实也是一个年轻的 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是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 他也剥掉了一些外壳 就是理想主义的外壳 然后去真正呈现出 没有理想主义就是懦弱主义 就是无能主义 对 来 我觉得好像是比 他其实也是没有真正去看见 美国现在的社会 真实的一个状况 就是 就是 其实川普当选跟 比如说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 越来越差距越来越大 然后可能甚至是城乡之间的这些差距 还有 社会不平等 这些东西有 有关系 那 那 徐志向 他当选之后颁布这个禁令 对 在这个西雅图美国联邦地区 这个法院的法官就发出 适用全美的临时禁制令 就是 暂时终止川普移民禁令来 来生效这样子 那这个 是不是 会造成美国司法还有社会的这种私利 我觉得这又是有意思的 对 这表示这个美国这个国家 真的还是有他伟大的地方 是 好比如说 刚刚你这边也提到 对 这个命令造成近百位美国外交官 外交官联署抗议 对 跟代理司法部长叶茨 叶茨都是写诗的那个吗 另外的叶茨 对 好 叶茨都还不错 叶茨还蛮不错的 取这个名字好了 对 拒绝来执行川普的命令 对 所以川普直接开除了这个欧巴马 政府时期的副司法部长 对 那白宫发言人史派设 这是更是对外交体系跟文官呛瞎 不执行就走人 嗯 那你刚刚提到西雅图的这个法官 对 颁布一个 对 临时命令 且立刻执行 那天我在看那个检察官 对啊 在讲话之后我觉得很有gots 真的超级的 我们直接违背川普总统的命令 对 一切回归司法 美国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 对啊 其实真的是 欸各位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很敢欸 对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对 我们在这时候 同时又对民主再度恢复信心 对 真的 也是 所以我觉得把暗反不同的声音搬到台面上 对 然后那个攻防散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的过程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所谓的 不要我们身心灵 我们在探导人性的黑暗面 对不对 好 那马博士我们在黑暗面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让黑暗面出来 要 要 那黑暗面出来 它是不是要有个讨论的空间 对 折冲的过程 对 那当黑暗面出来了 另外的 自己才会被看见 对 才会重新进入整合 对 所以这样美国是不是 它本来的分裂 就在 已经在内心了 它只是把这个内心的分裂 搬到台面上来 这样大家就看见 其实美国也是一个人格 那人格有所谓的主人格 次人格 对 那现在本来 是次人格的变主人格 对 主人格变次人格 可是次人格 又跟主人格 开始有很多的 连结 次人格跟主人格 现在换位了 对 如果一个国家代表一个人格的话 对 它其实是由次人格 所以常常两个政党 一个代表是主人格 一个代表次人格 对 对 我其实很喜欢徐医师讲 就是把一个国家看成是一个人格 一个人格 对 其实在好久之前 我们在阿胜之声里面 其实徐医师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然后我们就试着从一个 看一个国家 把它看成一个人 所以国际关系就是不同的人际关系 不同的人 对在交朋友 这样擴大成一个国家 在互相运作这样 对 所以徐医师就 本来那个黑暗面 那个社会的撕裂 本来就已经存在了 对 只是川普当选就把它抬上来 把它抬面化 对 那因为抬面化的结果 它才能被看见 是 那甚至我这样讲 也有川普这样的总统 代表大多数的民意 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人代表大多数的民意 那大多数的民意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对 这些真的觉得很 心里很苦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生命即表达 那如果你们这些理想派 不能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那我选出川普这样的总统 我哪里错了 说的也是 因为一贯以来 我们美国是以美国人优先 对 所以川普整个逻辑 白人至上 美国优先 并没有错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趣是 我们每一个个人 怎么去看这个新闻 然后我们心里面 生起了什么样的感觉 可能像我们就去 感觉很强烈 就很讨厌 不舒服或什么的 那是不是其实我们也有 对我们自己内在的某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是 不太愿意去接受的 是 所以刚讲 你在这边又提到一点 像现在又有一个现象 就是 法国的川普快要起来了 对 对 他的主张也是 退出欧盟 是 法国优先 对 限制移民 制造业回流 对 减税跟贸易保护国家 是 贸易保护主义 对 比如说我们讲美国好了 美国跟大陆的关系 当然早期的大陆 跟台湾的互动 台商啦 这个 很多的 对大陆的一个帮助 后来 大陆开始大赚美金 是 包括我们的iPhone iPhone的生产行销到全世界 对 可是iPhone的制造 很多是在大陆制造 对 造就了大陆的经济奇迹 是 到今天大陆起来了 对 足以跟美国对抗了 对 所以甚至有专家议员 5到10年内 中美势必一战 嗯 好 我再讲一个有趣的部分 大概 一百多年前 因为鸦片战争 所以日本选择加入赢者圈 嗯 因为当年的赢者是西方列强 对 对对对 所以日本把自己去中国化 对 整个西化 把自己当成西方人 对 汉衣没有了 对 中文不要了 对 那本来日本是以汉文化为融的 对 好 包括韩国都是叫汉 周尔叫汉城 汉城 好 那日本加入赢者圈 可是经过了一两百年 如果有一天 赢者圈变成又在中国了 嗯 好 那今天对美国人来讲 好 你们大赚美金 我们卖iPhone 可是 制造业都在你们中国大陆 我今天起飞了 我 帮助你们 你们藉由我得到这些贸易的好处 可是我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 到有一天 中国如果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对 那我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对 所以我今天要把制造业回流 我要让我的敌人开始变得 对 好 各位这个逻辑是不是 你说合不合理 对啊 也是合理的 也是合理的 对啊 我情要去打破地 我美国过去那么大方 接到世界各地的移民 给他们好的教育 送他们回国 就他们最了解美国 我美国最开放 就你们所有的都来伤害我 对 然后我把所有的 你们都把美金赚走了 打致我美国人失业 在金融海下的时候 有很多美国人到公园搭帐篷 对啊 那多少美国人看到这件事情 我是心酸的 是 你们赚走我那么多美金 就我现在美国人的日子 过得比你们还不好 哇 真的耶 都是别人的错 对啊 这个逻辑有 你们这些风雅病夫 我们白人当年是 这样看你们的 你们竟然日子今天过得比我们好 对 我怎么受得了 所以川普希望制造业回流 对 他要管制是他的商人 对啊 对 真的 其实你看这世界怎么了 全球都是 如果是欧洲慢慢也要这样子 对啊 看这几年 东亚地区 越南日子越来越好 对啊 菲律宾 对 印尼 都在起飞 包括印度 印度阿山有没有 台湾 对 台湾早期更早 就起飞了 整个中国大陆 穷到这样子 你也起飞了 那今天反而 我们美国 我们欧洲 开始没落 我怎么受得了 所以欧洲的保护主义 美国的保护主义 起来的 合不合理 合理 真的是千亿发动 不起来才奇怪 是 所以我们真的要走这个过程 我们在一个反 对不对 正反合 或是 许一次 我们真的在整合吗 你觉得 全球的人类 我觉得在整合 在整合 对 所以就是让它 还是要让它发声 但在这个发声里面 怎么安自己的心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学赛斯 要学赛斯 跳跳太快了 会不会 美国人怎么受得了 我们美国人是世界的天堂 也是啊 美国人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 你看川普他怎么受得了 那种屈辱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也是耶 那种屈辱 我们以前也是四小龙啊 对 包括香港以前是东方之珠 对啊 现在随便一个深圳 随便一个广州 都取代你了 嗯 你今天到深圳去看 繁荣 复述 对 你今天再到欧洲去看 对 再到纽约去看 所以各位 川普的这个现象 我们今天以一个自由派也好 民主派的思想 以一个理想主义者来看 我们会说 可是各位 整个历史脉络看下来 难道这个东西不是 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吗 那是有道理的 对 可是欧洲的没落 对 包括如果各位你们最近几年 有到欧洲去旅游 你去罗马看看 嗯 你去意大利看看 对 整个春起欧洲的 只剩下德国 是 跟英国的 一部分的英国 对 整个欧洲是在往没落方向走 对 当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底特律 曾经是汽车 全世界汽车大臣 是 有没有 整个底特律几乎变空城 对 几乎变空城 对啊 整个城市好像倒了 日本车 完全取代了美国车 对 是啊 就像这次川普针对德国车 对不对 结果德国总理梅赫尔就说 好啊 但你们美国车坐得比我们好再说啊 是啊 欸 所以许是 所以他不感官你知道吗 对啊 他不感官啦 可是这期是 你国家不感官啦 欸 美国大兵欸 他们嚣张的 复述了多久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期是 呃 就是在考验 你们这些东亚病夫 我们怎么 你们可以过得比我们好 对啊 你们是某白人的奴隶欸 这风水人流转 他们就是没有这一句话 对不对 所以其实许是 因为他们在考验我们 怎么面对自己 地位或是力量的一个示威啊 好 如果以这个东西来讲 这过去是要再引发世界大战的 是啊 因为一个德国跑出来 对 他是要引发世界大战的 是 而能够有些讨论 能够有些抗议 我觉得是好的 也代表这个世界 是要往进步的方向走 对 啊 我们当然不希望再有那个 再有战争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地位的衰弱 其实台湾人一直在 台湾也是啊 对啊 台湾人一直在面对这件事情 对啊 包括经济 对以前就是起飞的年代 现在就是大家 有的真的还有 真的吃不饱饿死的人 真的时代不一样 比如说像我最近有个个案来跟我说 他最觉得很不平衡 因为他最近要考这个心理研究所 他就跟我说 许医师 为什么其他的研究所 都不用考了 只要申请就进得去 我说因为缺人嘛 学生不够 学校要维持要赚钱嘛 对啊 为什么只有心理研究所还要考试 我说那再等个一两年吧 就直接申请就能进去了 对 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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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全国都是心理所 因为太需要了 真的 真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 现在的局势整个变化的 会非常的快速 而且 而且剧烈 我觉得幅度是很剧烈的 所以 大家每一个人怎么去因应 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样的变动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对 对啊 所以就是 只要知道 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说 我们是在一个正反 然后趋向核的一个路上的话 或许 就会比较安心 对 包括这世界所有的困境 对 包括日本的困境 欧洲的困境 对 难民的问题 对 贫富的落差 对啊 还有美国的制造业 对 川普希望制造业回流 希望美国人能够就业 希望再振兴美国的汽车市场 是 汽车制造业 对 从所有的角度来讲 它都是对的 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真的是觉得 不定美国生日就是不好嘛 耗油对不对 故障率高嘛 故障率高 对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看到有一个富足的 然后 一个开心的美国嘛 对不对 我们当然希望这世界上每一个好朋友 都是开心的 那可是 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我们 就 也只能就是 在这里面先 安自己的心要祝福他们 对不对 是 所以我刚刚讲 我们今天讨论这则新闻 其实就让大家看到 整个世界的演变 甚至也许从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就开始酝酿这些变化了 对 所以当我们进入身心灵的时候 我们不会只看到表面的问题 是 我们会透过对人的心理 心灵的一个了解跟东西 而看到问题所在 是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 川普试着想 提升美国人的幸福感 是 想让美国再次的强壮起来 是 这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 他背后的信念是什么 嗯 他背后的 对啊 心灵的概念有没有 对 而这样的做法 到底是否将来有更多的冲突 更多的动乱出来 那这个动乱里面 当然我们在心灵的层面 我们有足够的了解 是不是 未来才能渐渐的 真的去 又能 在理想跟实际当中 取得平衡点 是 然后慢慢真的去 帮助到这个世界的人类 对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推广赛斯心法 真的 其实我们还是真的 可以从个人做起的 对啊 从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现实 自己的生命里面 那个现实 还有理想当中 我们自己如果能够 慢慢的也去 走出一个平衡 找到一个平衡点 走出一个整合的道路的话 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好 这个世界一定会 慢慢有所不同 好 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 的确跟我们之前 讨论的 跟赛斯心法 在看这个世界的未来 的确是越来越吻合 是 这个世界逐渐陷入混乱 所有想解决问题的方式 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 直到人们最后 陷入很大的痛苦 而开始 开始产生新的思维 开始对心灵 产生新的一个觉知 是 我觉得我们的学赛斯 真的太好了 也真的呼吁大家 来学赛斯我们的这个观念 对 就像我们之前 毛博士可能还记得 我在桃园的展演厅里面 我提到的一句话 所有生病的人 其实全世界 只有你自己 最知道你为什么生这个病 对 其实不是医学 也不是研究室 也不是你的主治医師 是你自己 所以很多答案 我们如何回到自己的内心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就我为什么要投票给这个人 对 我希望把我的力量 或者把我可以做决定的这些 这些力量投射到某一个人身上 那可是我要不要回来 为我的人身负责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是 这则新闻我们讨论的相当的热烈 我觉得好像还有好多好多是可以 很多观点是可以拿出来谈 然后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机会 会继续来讨论 这个美国之后 跟这个世界局势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是我们可以来学习 可以来做的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学Size 对不对 这就是最重要的 把自己很多的这个观念健全起来 然后好好珍惜自己跟身边的人 那我们今天 是 我们的阿胜之声 就到这里 讨论结束 期待下一次跟大家的相会 拜拜